好 接下來關心的是 就在這個嗆馬大遊行的前夕 來看到的是台北看守所呢 之前昨天也聚集了 大批停扁的群眾 他們為陳水扁祈福 除了批判司法不公 要求陳水扁要趕快放出來 也有人要群眾五一七跳出來 搶救陳水扁 究竟這場遊行會不會變調 這個成為停扁大會 答案呢 待會下午就能揭曉 台北看守所外聚集獨派社團代表 民進黨名代 黨內幹部以及群眾 他們目的就是要停扁 要求釋放陳水扁 但是挑在五一七嗆馬前 舉辦大型晚會停扁 時間點格外敏感 難免讓人產生聯想 這個活動是純屬停扁的人 他們願意做出來感情上 在他第三次被群押以後 就決定要給他一些溫暖 那麼跟五一七沒有真正的 掛上等號 沒有沒有沒有 這一點我可以證明 停扁跟乘馬真的不會 畫上等號嗎 來聽聽這種聲音 現在在各位 希望請問我 在這 黨心合力出來 請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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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阿 阿 阿 請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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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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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阿 阿 阿 無一七嗆馬 會不會因為陳水扁而失焦 考驗民進黨處席 蔡英文的應變能力 不過嘴巴長在別人身上 要停扁民眾呼口 恐怕很难 中天新闻 许志明 陈奈哲 台北报导